不为人知的故事 四 陆凌成扶在他的耳畔,嘀嘀笑了一声 笑得梁烟忍不住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他手掌一点一点,劈开他合拢的膝盖 然后指腹轻轻摸缩着他腿根细腻的肌肤 要麻烦的,他说 梁烟白皙的耳库泛起了可爱的红 把头埋进他的胸前 一世已逆 陆凌成的26岁生日快到了 陆凌成每年的生日应援是粉丝们一年中最大的活动 粉丝们在地铁上买下广告牌 包下外滩大厦的夜景灯光 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他庆生 其中最为有意义的是以陆凌成的名义 给山区的小朋友捐了26个图书馆 表明粉丝们也和陆凌成一样 热爱公义 梁烟为此很是头疼啊 他要送什么好啊 作为地下恋人的正牌女朋友 怎么着也不能比粉丝送的差吧 梁烟坐在床上 抱着布娃娃 打电话向江木求助 江木自从知道 梁烟跟陆凌成搞地下恋之后 就觉得呀 这个女人已经放弃治疗了 冷漠了 什么名表 豪车 奢侈品 随便送送呗 梁烟 点点点 你明知道我买不起啊 你是不是在讽刺我 江木 陆凌成没给你钱吗 随便一件奢侈品都能买得起吧 他怎么那么抠 梁烟揪着布娃娃头顶上的毛 没有 我不想用他的钱 陆凌成给了他一张卡 但是梁烟一直放着 不去动他 如果用他自己的钱买礼物的话 梁烟觉得以陆凌成的眼光 肯定看不上他买的便宜货 梁烟 拜托拜托 你帮帮我吧 你是男人 肯定知道男的喜欢什么呀 江木叹了一口气 不管是什么 用心就好 当然了 知道他喜欢什么 投其所好 最好了 哦 梁烟似懂非懂的点头 江木突然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千万别送什么签纸贺呀 纸行星呢 千万别送 知道了 我又不傻 梁烟笑了 以前小时候看小说 经常有女主角 亲手折 999个签纸贺 送给男朋友 男朋友呀 感动得稀里哗啦 当时的梁烟就摇头 想要是有男人 送他999朵签纸贺 他呀 肯定会很无感呢 这东西呀 还不如一顿饭来的实在呢 只是江木说要投其所好 那陆灵城喜欢什么呢 梁烟猜不出来 他虽然跟陆灵城地下恋情有一段日子了 但是觉得陆灵城好像除了演戏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喜欢呢 平常不拍戏啊 就是健身 看书 琢磨剧本 连个手游都不怎么玩 直到梁烟 偶然在陆灵城的酒店套间里 发现一张最近刚出道就大火的女子组合 星空少女的海报和专辑 拿着星空少女新专辑的梁烟 没想到陆灵城表面上看起来 正正经经 一副老干部模样 没想到呀 竟然喜欢这种青春靓丽 唱唱跳跳的偶像女子组合 梁烟斜眼 好宅男哦 好门骚哦 好 梁烟想象出陆灵城对着星空少女 九个漂亮的小妹妹 露出那种神秘微笑的表情 打了个哆嗦 梁烟小心翼翼的把星空少女的专辑放回原处 既然知道陆灵城是星空少女的粉丝 那就好办了 星空少女的专辑里主打曲 Chill Up最近大火 哪里都能听到女孩子们甜美动人的歌声 看到她们活力四射的加油舞 于是梁烟觉得吧 与其送个东西给陆灵城 他可能会不喜欢 还不如啊 给他跳支他喜欢的女子组合的舞呢 Chill Up舞蹈动作看似简单 很容易学 但是其实呀 想要跳好 也不是很容易的 不仅是舞蹈力度要到位 星空少女跳舞时甜美的笑容 也是她们吸引粉丝一大力气呢 梁烟以前在体校转到艺术班学过跳舞 后来大学里啊 也有相关的行体课 所以把Chill Up的舞蹈动作 一整套抠下来 不是什么难事 他对着镜头录了几遍 发现舞蹈动作还可以 但是他一跳啊 就忘记表情管理了 要么就是目着脸 要么就是笑得很勉强 不过很巧啊 最近剧组里啊 就有一场主角艳影的戏 其中要女主角惊艳一舞 这惊艳一舞啊 女主角拍了几个露脸的镜头 梁烟呢 拍几个背景 后面的高难度舞蹈动作 剧组特意请了专业的舞蹈演员来完成 梁烟发现呀 舞蹈演员在替女主跳舞的时候 明知道自己是舞踢 不会露脸 但是每一个表情都很到位 眼神和舞姿配合的恰到好处 梁烟特地的去虚心请教了一番 舞蹈演员 跳舞呢 讲究的是灵魂 你要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跳舞想要表达的感情里 比如说这场戏吧 女主角的舞姿呢 轻盈灵动 是为了男主而跳的 你自己跳的时候 就要想象你喜欢的男生就在你眼前 把自己啊 带入其中 就能够表现出来了呀 梁烟点了点头 回到家 摆了个娃娃在地上 把它幻想成露凌晨 又露了一遍 然后在看回放的时候 梁烟发现呀 自己 那叫一个眉目寒情 都不用表情管理了 笑容和爱意的眼神 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 陆凌晨生日当天 在剧组过的 跟剧组的人 还有来探班的粉丝 一起切了蛋糕 到了晚上收工之后 剧组主创 本来说要一起去吃饭 给他庆生 陆凌晨拒绝了 笑笑说 自己还有别的安排 梁烟早就把他 今天晚上的时间 给预定了 很霸道的跟他说呀 如果他不给他 这个过生日呀 他一定会生气的 陆凌晨 其实很喜欢梁烟生气 鼓起来的小三 像只小河豚 可爱的呀 让人忍不住 想上去揉一揉 但是 瞧他难得霸道呀 所以顺着毛 竖着他的小猫咪 答应下来了 陆凌晨回套间的时候 梁烟已经在等了 他订了餐 桌子上是几样 他爱吃的菜 还有小蛋糕 你回来啦 梁烟笑嘻嘻的凑上去 两个人吃完了饭 梁烟把蛋糕蜡烛点上 关掉灯 让陆凌晨赶紧许愿 陆凌晨突然挑眉 你不给我唱生日快乐歌 梁烟 点点点 所以要怎么跟他说 自己其实是个鹰痴 怕吓到他呢 不过幸好啊 陆凌晨也没有多问 瞧他有些犹豫 也就没有坚持了 许过院吹了蜡烛 然后他又有一搭 没一搭的吃着蛋糕 一门心思啊 放在他的下一个环节上 今晚所有的东西和流程 都是他弄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 下面应该是送生日礼物了吧 陆凌晨很好奇 梁烟会送他什么礼物 依照梁烟的性子 他猜不出来 梁烟等陆凌晨吃完蜡烛 把灯打开 做回来 那个蛋糕是我做的 梁烟指着陆凌晨的生日小蛋糕 陆凌晨嗡了一声 突然觉得呀 这蛋糕啊 比刚才长的时候填了很多 还有呢 他看着他问 梁烟小脸一红 知道他是在要别的礼物 一个蛋糕啊 肯定是不能满足的 那你等等啊 梁烟突然站起身 站在他三米远的距离 陆凌晨本以为 他会拿个礼物盒出来 却看见梁烟站远了 在弄手机 这是干什么呀 他微微皱了皱眉 只见梁烟弄好了手机 放在一旁 紧接着 星空少女 甜美活力的歌声 传出来了 梁烟开始跳舞 陆凌晨微微吓了一跳 梁烟看到陆凌晨的表情 似乎有些错愕 愣了一下 不过仍是挂着笑容 完整而流畅的 把整个舞跳完了 不过 陆凌晨也只是错愕了一下 便看着梁烟的舞姿 笑了起来 切up 撒娇卖萌又活力四射的舞蹈动作 配上梁烟 看到他时 时而害羞 时而大胆的小表情 让人挪不开眼睛 星空少女的舞蹈呢 向来是给粉丝带来好心情呢 梁烟的这首 同样也如此 他跳得很happy 陆凌晨也笑得很温柔 梁烟跳完微喘 做完在头顶上 比兔耳朵的ending pose 看到陆凌晨 自己突然又加了一个动作 双手头顶比了一个大大的爱心 少女示爱的心思十分明显 他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想的是什么 只记得最近的 什么什么 我可以 这个梗很火呀 于是一边弯着笔爱心 一边很认真的告白 陆凌晨 我可以 陆凌晨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他 眼神很深 梁烟终于被他盯得开始害羞了 站直了身子 走过去 我没有准备其他的礼物 这个就是生日礼物 陆凌晨这辈子 还头一次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 伸手搂过他 谢谢 梁烟笑 陆凌晨觉得他跳的这首歌啊 最近好像很火 大街小巷都在放 这首歌是不是很红啊 谁唱的来着 梁烟听后 突然一抬头 看着陆凌晨 莫名其妙啊 陆凌晨也不明白 为什么梁烟看他的表情 那么疑惑 怎么了 梁烟有些懵啊 你不是星空少女的粉丝吗 怎么不知道他们的歌呀 所以他才给他跳的星空少女的舞啊 陆凌晨 什么少女 梁烟顿时意识到 这其中啊 肯定有什么误会 有专辑又怎么了 别人送的也说不定啊 陆凌晨怎么看 也不像是星空少女的宅男粉啊 梁烟有些失望 自己练了那么久 原来啊 并没有投其所好 陆凌晨 一直在想他刚刚说的话 我可以 应该就是 我喜欢你的意思吧 梁烟丧气的低下头 原来你不喜欢星空少女啊 陆凌晨看到他失落的样子 微微一愣 然后伸手揉揉后脑 可是我喜欢你啊 有个人 应该是好吃的 有没有 我怎么看 我怎么看 词 令人 感谢观看